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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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I love it 為甚麼 還有一個電 子 responding 今天的我們談圖 即是電路 我們要考慮嗎 你幫我找一個圖 你幫我學甚麼 什麼東西 我也要學 ähr語 GETER 對啦 HOMESLO 首先我們由HOMESLO開始 HOMESLO 中文叫欧武定律 是呀 它叫欧是什麽 是什麽 是什麽是什麽 這就是電壓 它還有很多個名字 譬如電世 譬如電動勢 全部都是V I就是電流 電流是什麽 R是什麽 線左 線左 沒錯 可以了 沒有拉力 我根本想說 好 今天是正學了這個學者 是否正學了這個學者 是 是 好 我們現在由最基本的開始 由大家都認識的開始 到大家都不認識的開始 到永遠都可不認識的 好 如果現在有一個電勢 是V 有一個電阻 在這裏 好了 那電阻呢 是 兩套 然後這裏有個安培計 好 好 那這個I是怎樣的 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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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安培計 用來做什麽的 電流 所以這個叫做安培計的問題 對嗎 就是用來測這個電流 就是用這個電流 好 好了 那為什麽球電流 在這裏熟到 熟了 對 不是熟了 這個I 很簡單 有V等於I乘上R 所以是5等於I乘上2 所以I乘上2 它的Unit是什麽 Unit是什麽 A A A呢 是Amp 就是這個安培 就是這個安培 好 那這個 這麽低一點 對 我們現在還要 刺低一點 好 那現在一樣 但是呢 我們現在有兩個安培計 不是 沒有兩個電阻 好 好了 那麼呢 兩個電阻 還有兩個電壓計 好 Domita 好了 那它現在的I和A是什麽呢 以及I和B 是什麽呢 量到的I和B 先算電流 電流是什麽 電流 電流 電流是 其實呢 都是V的海洋 這條式 是吧 現在有兩個 是怎樣 四個加起來 對 加起來 就是 好了 這檔叫什麽 檔呢 叫什麽 Series V1 V1 V2 你會讀到什麽 V2 2.0 2.5 2.5 這V1 V2 這個V1就代表這個電阻 它用到的Botage 就是它分到Botage 這個電阻它分到電壓地 所以V1就等於I1R1 V1等於I1R1 V1我們要求 I1看到嗎? 1.2 對 1.25 因為全部電流都會流過這個 接著再流到後面 所以它1.25 乘上2 所以V1就是2.5個V 同樣V2也是2.5個V 因為我們一樣 開始有這幾個回來了 好啦 那我們看看 你原本呢 這顆電池是否提供了5個V 接著你的量它掉了 所以每一個就幫你用了2.5個V 接著就剛剛好用了 這個就是串聯的Circuit 大家都懂得做的 好了 現在來吧 現在就來並聯 這樣呢 去到並聯 這樣就應該開始了 這樣就一樣 這裡有個A 我們現在鑑三個電流計的升級 那每一個電流計量的A會是怎樣呢 2.5 2.5 2.5 不 即是在全部那個 左邊那個就會是 左邊那個會是1.25個 然後下面那個可能是2.5 好啦 首先你有沒有學過 這個並聯的升級 有 有 並聯的升級怎樣扣 有很多嗎 兩個加起來 加起來怎樣加 好啦 首先呢 我們處理這個並聯的Circuit 的時候呢 其實呢 我們有一個concept 叫做Equipment Resistance 記不記得有很多嗎 記不記得 Equipment Resistance 那如果沒有學過呢 這個concept就叫做 等效電阻 即是甚麼呢 這裡不是有兩個電阻嗎 是 我們呢 要把它變成我一個電阻來表示 即是呢 將這塊東西呢 變成了同一個電阻 那這塊東西呢 叫REQ Equipment Resistance 中文呢 叫等效電阻 即是怎樣呢 即是我們原本有兩個電阻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用一個電阻 去代表這兩個電阻 OK 好啦 那我們怎知道 這個REQ的Variion是多少呢 不知道 加起來 加起來 不是 那這個REQ的Variion 就是我們同樣的公式 1 over REQ 等於1 over R1 plus 1 over R2 1 over R2 有名字嗎 還是沒有學過 所以沒有名字嗎 沒有 沒有學過 沒有學過 那就 那就沒有學過 可以在這個REQ等於1 那你會發現呢 你兩個電阻並聯了之後呢 它的電阻值呢 比它原本的每一個電阻 因為是正常的 你並聯了之後 它的電阻會比任何一個電阻 好啦 所以現在呢 這個電阻就變成右手面那個了 對不對 對 變成右手面那個 那我們是不是會釋求了 對 變成右手面那個呢 那我們會釋求了 因為現在只剩下一個電阻而已 對不對 所以V就等於I REQ OK V就等於I REQ 所以呢 5就等於I乘乘1 然後I就等於5個A OK 好啦 那這個I REQ 5個A呢 是哪個呢 就是它流出來 它的電流呢是5個A 對嗎 對 電流是 from the positive terminal to the negative terminal 就是由正極去本極 是不是 蛤 蛤 蛤 這個電流是5A 那代不代表這兩個電流是5A 不代表這兩個電流是5A 電流跟水是一樣的 水是從這裡流出來 這裡只有一條路 所以它不是要走 但是來到這裡的時候會怎樣 分開分開 對,它會分開兩條路 好了 那這一個是special case 因為這裡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會等於5 那它又是一樣的 所以它們是多少 2.5 是不是很簡單呢 如果這個叫A音 這個叫A2 那I1就等於I2就等於2 好了 那所以在這個 在這個問題裡面 我們現在就要知道 如果我看到有兩個這樣的電阻 那我就要把它變成一個等效電阻去代表 好的 對 要變成一個等效電阻去代表 那這個電流就是 就是總電流就是等於這個PUB的電流加起來 OK 那這個是最簡單的情況 我講這個最簡單的情況 我插了三個 不行 太慢了 好了 那現在我們開始呢 就做一個正常的情況 那這些AMI頭 我不畫了 那現在大家都要知道 總之我要把電流全部都找出來就是 好了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 那些電大部分會學習下面 因為下面那個電流比較小 那會電流比較小 是啊 那是電流比較小 如果呢 那邊有正 不是 但是你不一樣 是不是不可以用那個等效 現在給你三次試試試看 你不一樣 我不會用到等效的一條式 十七 你沒有什麼 算得了 好了 好了 那呢 第一件事是做什麼 第一件事就是要找這個等效電阻 對不對 是 現在我們就用一個電阻去秒示 好了 那你找一個等效電阻出來 我告訴你多少 好 好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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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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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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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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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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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所以這裡是5乘上I1乘上R1,這裡是2 所以I1就是2.5 好了,B2也是5,因為它並聯 所以I2就是5 好了,你可以檢查自己是否正確 加上右邊的設定,就是你現在正確 好,這個就是小學一連織版的 好了,再來 現在就在2路初一連織版的程度 好 那一樣是V 那現在有3個 這個是1個 這個是2個 這個是2個 好 好 那一樣要求每一個的片頭 和每一個的片頭 對不對 那我們第一件事就是 將V Connect in parallel 找到Equipment Resistance 出來 所以這個是1 對,所以這個是1 所以這個是1 或者是2 因為它是1加1 好 我不知道 好,那這個就是這個REQ來的 就是把這兩個東西放在一起 就是這個 OK 好,那一樣 我們可以求 它在正面頭出來裡面 才是 V 然後I 那這個時候呢 R就是 在這兩個加起來 就是 不知道會再做REQ 就是1加1 1加1 5米 1加1 2 3 2 2 2 好 那它現在流出來的電流 就是2.50 了 流出來的電流 是 2.50 2.50 2.50 好 那所以 這一個東西的電流 是多少 這個東西的電流 這個東西的電流 是多少 2.50 2.50 那這個上下就是量度1.50 OK 好,那這個東西的分量是多少 嗯 嗯 哦,OK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會分到電量的分量 嗯 嗯 好 如果這個1 這個叫2 這個叫3 對不對 那這個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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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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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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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問題來了 我們將這三個VeA加起來一起測試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記錯?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沒有呢? 好像是沒有 不知道 你先想想這個五個VeA是甚麼意思 這一堆電流拿著五個V外出 對 他回到家的時候會變零 我拿著五個VeA加起來 我放下了2.5 所以我來到這裡有2.5 那些電流 譬如你每一個電子 來想 我只可以選擇上面或下面 所以如果我走上面 我放下2.5 就會變零 我走下面又放下2.5 變零 所以它結束的時候 這兩個電圖 這兩個電圖只需要加一次 這兩個電圖只需要加一次 那它上下不一樣? 上下不一樣呢 就是一個正常的情況 那我們現在就做上下都不一樣的時候 那如果你連上下都不一樣都會做呢 那我就會 那你有V要看一次看的 好 那我們就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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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 它的RTQ是多少 這個 RTQ是多少 1 over RTQ 1 over 2 1 over 2 1 over 3 3 1 over 2 1 over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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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1加1加2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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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7 2.7 好,所以你現在留在這裡的電流就排排不到 給個分數 否則你只要加1 給個分數,那我自己也分了 25除11 好 這個流出來的電流就是25除11 因為如果你要1-0 你只要加一起不會等於5 即是加不回數數 好,不知道自己最後對嗎 所以都是寫分數 雖然你到時候有計數,所以要拿幾十個位置 好了 那來吧 那這些就叫做 Resistor 1,Resistor 2,Resistor 3 那我們就求V1,V2,V3,I1,I2,I3 對不對 I1有很多傳球 I1就是所有門頭 對不對 25除11 25除11 更多的電流 2.1 2.1 就等於I1 乘上拋1 1 12等於25除11 更多的電流 好了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那怎樣求 V2 讓我看看 I2 那你I 明顯就不知道 因為現在它不一樣 對吧 好了 那R會知道 但是V2 也不知道 其實有很多方法 現在跟你說一種最簡單的方法 記不記得 它走上面又好 走上又好 最後加上了25個V 所以其實就是 V1 加V2 或者 或者 這個不是除 是或者 或者 或者 或者V3 那就等於5 對不對 好 所以V1 現在就是 25除11 加V2 或者V3 就是2月5 所以 V2 或者V3 就是2月3 10 11 是不是 WV 好了 所以突然有扣到 看到嗎 但是它就是一樣 蛤 它就是一樣 對 它就是一樣 為什麼 等一下你就知道 因為V就是I R R大 I會小 R小 I會大 所以成分是一樣 因為那些電流 會小一點電流 走去resistant 大的地方 那你計出來就明白了 V2 就是30除11 等於 I2 乘2 是2 所以 I2 就等於15 除11 幾 好了 這樣就到I3 然後 V3 就等於I3 R3 這樣 V3 跟V2 是一樣的 就是30除11 等於I3 乘2 3 I3 就等於10 除11 就是8 好了 首先我們查一下答案 先 我們看看 I2加I3 是多少 I2加I3 是多少 15除11 再加10 10 10除11 這樣是不是25除11 是 那就等於I3 所以電流是正確的 對吧 即是它流出來的電流是25除11 那你把這兩條部分的電流加起來 就是25除11 所以現在電流就算對了 那我們看看電阻就算對了 電阻呢 一開始是5個V 對吧 那我們看看 V1加V2 或者V3 或者V3 V1是多少 25除11 V2或者V3是 30除11 30除11 不是吧 對 對 好了 所以就變流 變左 OK 所以如果你計 如果你計得對 如果你計得對 還有加上所有的東西 對 好了 現在還有一個可以計的 即是我們現在懂得計 全部的I 全部的V 那我們還要懂得計 全部的power 什麼叫全部的power 不知道 power 不知道你有沒有學習 沒有 沒有 先寫一下 你先問一下 power 就等於energy but power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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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就是電功率 或者功率 其實任何 任何功率都是這樣 不過功率你都明白 所以不用解釋一下 那就叫電功率 等於能量隨時間 好 好了 這個概念 不難的 你經常在電器上面 你看到什麼23W 那些就是通路 好了 那譬如 這個水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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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秒 水壺每一秒 可以provide到2500個兆 好了 那它的功率 就是2500個兆 最多會脫一秒 最後呢 就會得到2500 j3s OK 那為了紀念一個科學家 叫做亞特 所以 unit 也會叫做W OK 所以 電功率呢 就是 電功率呢 就是 能量隨時間 OK 能量隨時間 然後呢 在circuit裡面的電功率是多少呢 譬如 這個resistor1 電阻1 電阻2 電阻3 都在用電 對嗎 那怎知道它會被用多少電呢 那對於這些resistance來說呢 它的電功率呢 就等於V乘2I OK 它的電功率等於V乘2I 那原因呢 就不同了 通過一句時候就會說 好 好 那每個說法呢 那呢 電阻1 用多少電力呢 其實就是P1 等於V1 R1 V1 就是 25 除11 R1 就是 25 除11 那就是 625 除121 按W OK 那P2 就等於 V2 V2 I2 第一次幫大家寫完 好 那V2就是 V2 30 除11 乘上 I2 15 除11 那就是 450 除121 好 最後P3的領域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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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4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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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4 V3 V3 Vi是否等於IR V又等於IR 所以我們可以變成I2R 那I又是甚麼 I又是甚麼 I是V over R I又可以變成V over R 所以這隻又會變成V2 所以大家不用記住 所以POWER有三個尺 V乘I I2R V2R 就是這三個尺 OK 就是這三個尺 那這個就是Circuit的計算 所以就是 現在我們來的概念 概念 現在 有 hizo 探心 探心 首先大家回 paper I-tune的Vomita有什麼特別? 理想最正的Vomita和Imitate有什麼特別? 自動選出這題的答案 好了 一個理想的電流計 R是無限大 一個理想的電流計 R是一樣的 先說一下為什麼有這麼奇怪的答案 例如你有一個second 你想量度其中一個電阻分度的電壓 我想量度電阻分度的電壓 那你想電流流去哪裡? 你會不會想電流流去下面? 不會 因為當你沒有加這些東西的時候 電流就是全部流過R 又全部流過R 對不對? 所以最理想的情況 就是你加了這些東西 都沒有電流流下去 你加了這些東西 都沒有電流流下去 那什麼時候才會沒有電流流下去? 我們剛剛說過電阻越大電流 是不是越小? 你現在電阻無限大便沒有電流 對嗎? 對 所以如果它是理想的情況 電阻已經無限大 那便沒有電流流下去 對 好了 這個就是為什麼理想的電壓器 電阻已經無限大 好了 第二個就是 電流計 電流計 就是按理計 為什麼它的抗力就是0 你想想它全部串在一起 對嗎? 對 如果它有抗力 那現在的I 就變了R1加R2加R2 就是R變R2加R2 那麼I就不同了 就是我們不想 我們加了牛肉之後 它的電流不同了 你一加就不同了 永遠都量不到原本是多少 哦 所以我們想的是0 如果是0 那麼加了和無加的電流是一樣的 所以理想的時候 這裡有R就是0 OK 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討論的題目 全部都是理想的狀態 全部都是理想的狀態 好了 那我告訴你 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誰的燈泡 是誰的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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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泡的師傅 你看 是誰的燈泡 是嗎? 是嗎? 那我畫的東西 都是沒有錯的 就是你可能覺得很奇怪 但是我沒有畫錯 就是這樣 首先呢 現在誰的燈泡 是誰的燈泡 燈泡 我們將它叫燈泡 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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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兩個人一起燈泡 是嗎? 是燈泡 誰的燈泡 誰的燈泡 是誰的燈泡 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有點像我隔離 是嗎? 對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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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燈泡 下面沒有燈泡 所以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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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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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呢 我們就叫燈泡 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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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燈泡 這次燈泡 燈泡 她就沒有燈泡 好 現在是第二ة 現在 Telling 燈泡 燈泡 好啦,有什麼? 現在誰? 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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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誰? 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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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эксп動 為什麼 collage 是沒有毛大,是不是? iani? 民憑 能夠空Okay 民憑會在街上 あ ah 三度影 那他不是全部走到中間嗎? 對,他中間沒有東西 那這個就是誰? L1章 對,L1章,L2章 就是這樣 只要你將自己 擴作一個 擴作一個電流 現在還要加有冷 最後就要知道誰是誰 好了 再來,那就是FairA的題目 這樣也是差不多的概念 譬如這裡有6個V 這裡有一個resistor 就是一個這樣 好,那就是A,E的Reading和B的Reading B的Reading 和B的Reading A的,E的 6B 因為這樣 你要將自己化身做電流 是嗎? 我現在是電流 這是電流 好了,我流到這裡 那我走不走這裡 不走 不走,我走下面 是嗎? 是 好了,那我來到這裡走不走這裡 不是 所以總共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可以拆的 因為他沒有漏過 是嗎? 所以你擺一拆了 那個空靈會不會多 那這個A的Value是多少 6 6 6,對嗎? 其實就是6A 那這裡就是6B 就是他自己用的就是6B 對 而且全部都是Ideal的程度 OK 好了 那呢 接下來了 我們就會說不Ideal的時候 蛤? 這個嗎? 這個嗎? 他可能會叫你TUNER 插了插了插 插了插了插 你可以問些4Five小姐姐姐 就是叫做綠色書 4Five啊 你會問我來教 是嗎? 沒有 沒有 找這個 你怎樣啊? 我Visa 或者Pamisa Pamisa 小朋友 好了,那不Ideal呢 那就很簡單 不Ideal就是怎樣呢? 譬如這個Pamisa 不Ideal的時候 R就不是無限大 對不對? 即不是無限大 可能是1萬 那Emitar呢 就不是 那Emitar 可能是3 好了 我們只會說而已 不算 只是說 不算 好 那先說Pamisa Pamisa 有幾多情況 好了,第一個情況 我加了Pamisa 會不會影響這個東西的風景性 不Ideal 即是這個風景是I不Ideal 會不會影響這個東西 自己的風景 不I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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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情況 這個風景是I不Ideal 對整個Surfing 即是對你構成的Pamisa 會影響 對 OK OK 你聽完一會兒的 你就會知道有什麼問題 Pamisa Pamisa 如果你有兩個Receptor 沒有Folmeter的時候 應該大家可以看到 沒有Folmeter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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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分到 沒有Folmeter 大家是否各自分到 以免不同的 對 好了 但是有Folmeter的時候 那Folmeter會不同 為什麼 呢 如果 如果 加上Folmeter 如果我們極端一點 這個Folmeter 都是一個Om 對嗎 如果Folmeter 都是一個Om 那會怎樣 那就可以 對 那我們是否要找它的 等效電柱 對 即是這裡是否變了0.5 對 然後這裡變了1 那很明顯 那很明顯呢 現在這個Folmeter 不再是2.5 和2.5 對嗎 那所以呢 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 如果 如果本身只有1塊 那會不會變強的 即是有冒 其實都是量度 有冒 好啦 但是如果 這些情況 譬如是多過1塊 那這裡現在是2.5 那這裡就會是2.5 但是加了1塊之後 其實不是2.5 OK 那加了之後呢 它的Votage會變大 會變大 會變小 變小 對 其實加了之後 它量度了Votage 會變小 即是給它原本的小 即是量度出來的 會給原本的小 好 量度出來 我們以為突然寫別人 你給原本的小 看 還要寫Emitter 好 那Emitter的影響呢 簡單很多 甚至不可以計出來給你看 那如果沒有Emitter的時候 這個I 可以嗎 沒有Emitter 沒有Emitter 這個I可以嗎 沒有Emitter 這個I可以嗎 沒有Emitter 好了 那麼 有Emitter 我們投機仔的Panel 就是這樣 如果這個Emitter 都是1.5 那是多少呢 如果這個Emitter 都是1.5 那你 最後得出來的I 就是2.5 2.5 對不對 即是你原本的 Karen應該是5 你一塞下去之後 那就變2.5 即是你量出來的 2.5 應該明白 所以其實是很容易的 只要你加進去 那個Value就變小了 即是你加進去 無論是Boltmeter 還是Emitter 即是除了這個Special Case 除了這個Special Case 就是 I am Special 除了這個Special Case 也是會變之外 其他 都是會變的 OK 而且這個Special Case 只是播Valmeter 即是播電 因為你可以看到 就像有一個電阻 你加進去 我每次的一個Value都會過一點 是 你加進去的一個Value都會過一點 好 好 好 這樣再說最後一件事 最後一件事 現在幾件事 我去做幾件事 5分鐘 這樣都挖了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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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不定 好了 剛才我們現在把電身 這樣當然是代表電心 對不對 我們現在真的學回電心 其實我們計算的時候 經常分類的東西 電心自己都有電座 對不對 這個電心自己都有電座 它就叫做內電座 這個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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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除了有一個Power Supply 還有一個內置的電梯 這個東西叫做內電座 這個東西叫做內電座 這個意思呢 這個意思呢 例如你買了一個 勁量 它寫著1.5V 這個電力量 那是否真的 它寫著1.5V 那不是 這顆勁量 它裡面有一個1.5V 的Power Supply 但是它旁邊 自己還有一個電座 OK 它自己旁邊有電座 譬如 這顆勁量 自己的電座 是一個Ohm 好了 它最後呢 可以提供到那個Bowtage 是多少Ohm 它最後可以提供到那個Bowtage 是多少Ohm 那你就算吧 即是呢 其實這裡好像有兩個Resistor 這樣 那所以 V呢 就等於 I乘上 2加1 1.5就是 I乘上3 I就是等於 0.5H 好了 所以它最後這顆勁量 用到的Bowtage 是多少呢 這個就叫V2 V2就是 I2R2 這樣呢 其實就是0.5H 成長2H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買了那塊電芯 我買了那塊電芯 是1.5H 但是它最後一套快出來 可能就是1H 因為有0.5H 被它自己電芯裡面的電座消耗了 那為什麼電芯沒有電呢 其實我們經常說 電芯沒有電 不是代表它裡面自己沒有了這個1.5H 而是 這個 它的內座 這個電芯的內座 變成無限大 所以它沒有任何 Parent of footage 可以留它出來 OK 就是你沒有iPhone 譬如電池壞了 就是用到多少 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覺得電芯的內座 變成無限大 OK OK 為什麼會變的 為什麼會變的 蛤 為什麼會變的 就是譬如那些電池 其實是一層層的 那些 那些鋁電池 Ligium battery 這樣 當你用得多 不停充電的時候 它會熬 就是熬了之後 它可能會互相接觸 然後斷開 然後它可以儲的電池越來越少 然後電阻就越大 所以Battery Health 就是講這個 是啊 就是講的 其實電阻變成無限大 OK 好了 那 大家聽著 最後一件事 那這個 它最後可以供應到的電池 就叫端電 端電 端電 那有一個 equation 就是V 等於 ε -I R 這個x 就是 電池的 Value 就是它的電池寫著一點點 那這個x 就是一點點的 OK 這個R就是內電座 好 好了 現在說這個極端的例子 直直 直直 很快 很快 如果這樣 大家覺得 要量量量3 小廣 consume 會多量是多於N 0 一直through 這 estão 不用看其他東西 我都沒有 s 這個V是哪個電子 V是X-IR X是1點 I是多少 如果你鑑了那個方向 你鑑了那個方向 這個caron會變得多少 會變成0 因為它的resistance是無限大 你鑑了那個無限大的東西 沒有caron 所以就是0 所以這個V就等於RX-IR 1點 所以你用電壓計 鑑了一個電芯 有沒有電是沒有用的 你怎樣鑑都會鑑到1點 即是你就算那顆電芯沒有電 你也是會鑑到1點 但其實你用的時候都用不了 因為這個caron用電力超級 所以如果你隨便拿一個電芯一鑑 其實就是鑑到這個平涼和金白鑼上的4個數碼 所以這樣就沒有了 不是這樣鑑 錢人會弄在等一下 不是這樣 是減後